好吃的安心吗 这个澳门政府前天宣布 两款从台湾进口的 乖乖孔雀香酥脆 浓起司还有这个黄金海苔烧口味 都检验出有塑化剂DHP 而在台湾的部分呢 卖场已经呢紧急下架 马上连线给记者 好主播塑化金风暴持续延消当中 澳门政府前天宣布呢 有两款来自台湾进口的 乖乖孔雀香酥脆的 浓起司跟黄金海苔烧口味呢 都检查出来还有过量的塑化剂DHP 而这个浓起司口味 检查出来是含有7.6ppm 而黄金海苔烧是10ppm 都比这个标准值1.5ppm 高出非常多 对死不生属食品药物管理局说呢 台湾和澳门的检验标准不一样 国内呢现在并没有设定 各种食品的DHP的浓度上限 但是都已经订定出来 DHP等五种的塑化剂的 每日的耐受量 如果以这个体重60公斤的人来说 一天只要吃进这个 含有这个塑化剂的孔雀香酥脆呢 只要最少五包就会超标 而DHP在动物实验来说呢 对这个男性来讲 可能会造成这个鲸虫减少的伤害 而陶渊市卫生局呢 已经派员到这个乖乖 这个公司来做机查 认为呢没有遭到塑化剂的污染 现在不会要求业者 要把这个商品来做下架 但是呢有国内的量贩业者 包括是艾买跟加拉福 为了谨慎起见呢 已经决定要下架相关的商品 而大润发跟超商业者 统一跟莱尔富呢 则是暂时不会下架 以上掌握的最近消息主播 好来看到这个卫生署呢 暂时是没有要求下架 不过我们的这个卖场呢 现在已经呢主动先下架了